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起石澳 你一定会想起烧烤、海滩 甚至乎一班人去看流星雨的场面 其实位于石澳的石澳村 已经有很久的历史 而当地的村民 也保留了一项非常传统的荷弹活动 就是每年香港最迟举行的天候弹 今集《倒在人间》 我们请来这位嘉宾 会和大家分享一下石澳村的历史 和石澳天候弹的特色之处 欢迎我们身边有陈梓安先生 陈先生你好 其实陈先生和我们曾经分享过 关于沙基湾谈弓弹的东西 但陈先生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 不局限于山基湾那么小 对石澳方面也有些研究 其实石澳有一个很有趣的天候河弹活动 其实香港其他村落都有 但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很迟 一般就是在农历三月的二十三前前后后 但是唯独是石澳这个天候河弹 就是在每年的十一十二月很后才举行 之前去石澳都是想着游一下水 烧一下食物 看看风景 是 是 最近的时间有机会 譬如去年打照 太平清照 和今年刚刚结束 12月7日有一个天候弹 在当中 是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石澳村民就是拜天候 有一个天候古庙在今天现在的新村里面 是一个面积不是很大的古庙 有些资料显示 其实是十九世纪末 就已经有一个天候古庙在当中 不过村民就提醒我们 其实在天候庙里面有一些碑 显示到其实这个1891年的时间 即是江水十七年 其实那个碑是重修的 即是那时候天候庙是重修的 那么他们推上 其实那个天候庙 应该是比在江水的时间 或者更早的时间已经存在 但是现在那个位置 是不是一直都在这个位置 那个庙的位置 有村民都和我们分享 就是他们听过那些父老说 其实旧的天候庙 就不是在现在的位置 是在俄海边 即石澳政滩的海边 有一个叫山仔的地方 即今天有很多豪宅的地方 他们下面有一个叫亡鱼石 亡鱼石后面 即近草叢的地方 相信是最古旧天候庙的遗跡当中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推算 可能他们听那些父老说 就是因为以前他们 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站在一个亡鱼石那里 就看那些鱼去打鱼 即是以前不认识 有些人是打鱼的 是 可能在当中 就是他们渔民 就比较倾向相信天候 就会在附近的地方 靠近海的地方 就建立一个天候庙 希望保守着村民 也是保守着他们 能够羽虾大顺 既然这个天候庙 就是这么久历史 光绘17年 或者更早之前 即是说 在石澳很早很早之前 有一个村民在聚居 其实依你的研究 当时开始聚居的时候 那个规模又大不大呢 那些村落 还有他们是否都是以渔民为主呢 其实我们 就是我研究这个港岛区 东部 其实发现石澳居民 石澳村落 其实他们的 英国政府 给他们的地契 那个年期 其实很早 是写到1841年 是的 譬如沙基湾那些 最早是160年 那我们推上 其实是石澳村 在英国人 未来香港之前 其实已经存在了 是的 所以在当中 当然 虽然存在 但是当时的规模很小 可能说是有 几十间的石澳村 在当中 最主要是 其实村民一部分 是从事鱼业的工作 打鱼的 但是大部分 它最主要是从事 农家的工作 因为我们发现 在地图上面看到 和在村民的口述资料 看到 其实它以前 就是无农为生 就在今天 大概在 这个 如果我们在石澳站 出回九龙的地方 第一个站 他们原本就住在那个地方 我们叫石澳九邨的地方 是 对出去哥尔夫球场 那一大地方 绿草如荫的地方 其实就是以前石澳居民 他们那些农农 农农那里 对,农农的地方 那既然一开始 你刚才说 只有十几间屋 这么小的村 那为什么会举行天后火弹 你觉得研究中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火弹 其实村民都不能够 很确实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看回 其实应该可能在战后的时间 都已经有一些规模 因为看到有一些捐献簿 在当中 看到 50年代开始 已经是附近有一些 那些 那些让房的外国人 捐献 在当中 但是早期的时间 他们只不过 在天后庙前面 空地那里 是搞一些很小规模的火弹 是 那后期又搬到一个 叫做 不如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是石澳酒店的地方 近海滩的地方 那后期慢慢 人多了 那他们可以搞大一点 就去到现在 今日的停车场的地方 就搞他们每年 一年一度的天后火弹 那又回到一开出 我很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 为什么这个石澳的天后火弹 那么特别 在年尾 即是十一二月才会举行的呢 其实他们的传统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其实不是的 但是我们也想说 就是说 中国民间宗教 其实有一个弹性 就是它和一些神诞 其实有一个弹性 那天后弹都不一定是 农历的三月二十三 比如我们看到 这个青衣的天后弹 那它也不是在三月二十三 那石澳的例子 就比较特殊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叫做旅游的地方 一个 如果是永贵来说 是一个热点的地方 那我们以前其实 都是在暑假期间举行 是 但是当那个 的泳滩 就是开始 越来越多人的时间 那他们就会 为了不想 大家有一些冲突 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给那些泳滩 游客又玩得开心 他们又举行得很畅顺的 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会将 那个河滩的时间 就尽量吞辞到秋季 那今年的时间 去到十二月七日开始 其实都是他们每一年 就是正月的时间 石澳居民协会 他们一些主要的负责人 他们在马良面前 他们去补杯 问杯 问的时间 他们有几个时间 给马良选 那就选了这个时间 就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做 每一年都是周园复制做 这种事情 那这些的 就是问杯卜杯的东西 其实我想 香港岛或者九龙 已经没什么了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可能是新界 或者是长洲的 太平清智才会有 那石澳仍然保留了 这些很传统的一种方式 是 去举行活动的方式 是靠个神明的指示的决定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 是 那以今年为例 就是这个天后火弹 就是一年这么多日 到底它的活动特色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或者和其他地区的天后弹 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其实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请神 跟着就是有粤剧 是 其实分别不是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 石澳的天后弹 他们的神功器 就是六日五夜 是 就是一个比较长小时的时间 是 其实这个就是 可以给一个 村民的一个机会 就是他们可能 有些外地回来 或者有些机会 聚首的时间 因为多些的时间 而且他们做得很晚 做到一时多 是很开心的 一个传统的活动 在当中 就是 老老有有 有本地人 亦都有外国的居民 在当中去参与 这个很特别 就是刚才你也说 那个剧都是粤剧 反而就说 有很多外国人去捐献 或者去参与 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就是 因为最近 我想大家知道 就是香港 有些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是 而这个天后弹 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非为的项目 是 而石澳的天后弹 亦都是每年居行 我想住在那里的 无论是香港人 或者其他外国人 也好 他们都觉得 这个是自己的家 这个活动 等于自己的活动一样 他们都会很积极参与 甚至他们会捐钱 是 除了有外国人去支持 这个活动之外 其实他的活动当中 也会去其他的村 是吗 其实他们在12月7日 早上的时间 他先接了天后娘娘去棋棚之后 是 去海神庙接海神的香火 接着就去榕树头八宫 接个香火过去这个棋棚 之后他们就整班 一起去大浪湾村 接大浪湾村的土地八宫 就过去棋棚那里看电影 刚才听你说 海神庙也有些故事 是吗 其实海神庙 就是仅次于石澳的天后庙 在石澳居民心目中 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庙宇 这个庙宇建于1975年 当时是有一个建筑商人 叫欣求 他因为一些个人的宗教原因 他就建了这个庙 因为他有一次在海滩走 就见到一个红衣的女孩 觉得好像神明有点启示 之后他就在海滩 就收拾了一个神像 就供奉在这个庙里面 这个庙其实最主要 也希望可以保守这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海滩呢 就是石澳海滩 那时候有些预历 有些意外事件 是… 希望海神可以保佑 海不药波 那陈先生 不如你和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这个石澳的天后荷弹 那么值得保留 是什么原因 一方面就是一个传统的非为荷目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透过这个石澳的天后荷弹 我们看到石澳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是 他们很齐心去处理一件很重要的 村里的城市 重要是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是 很齐心 无论是石澳村民 外国的人 他们都在村里一起去参与 去完成这个很重要的传统宗教活动 那谢谢陈先生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有时候我们搭车去一些 新界的村落 看到他们搭棚 举行一些荷弹活动 气氛的确是很浓厚 很开心的 这些活动 除了有宗教意义之外 都包含了传统文化 我们真的要好好努力保育下去 否则过了十年二十年 大家忘记得一干二净 就很可惜了 再一次麻烦陈先生 希望可以继续深入其他地区 做一些文化研究 再和我们分享不同的地区故事 多谢你 请不吝点赞